好 沒事沒事 好 終點來了 在這個演唱完會前戲呢 他又要做新專輯 又要做這個簽唱會 你的體力有可以嗎 OK 我最近一直都不斷的在健身 對 你肌肉練得非常的好 喔 還可以 目前我在自己 有在接受 然後繼續去 是 加油 為了給大家最好的呈現 畢書記已經做了完全準備 大家要付出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剩下的就是你們有多多的幫忙 讓更多朋友看到畢書記 這麼完美的新偶像小天王 當然這個喜事是一波接一波 接下來我們還要恭喜你另外一件喜事 你不只是這個 在音樂上面呢 獲到大家的習慣 包括在人氣上面呢 各位在網路上呢 前一陣子舉辦了一個非常有公信力的活動 就是網路溫度計 這個平台跟雅虎合伴 我也是一個月投票 當然一個網路溫度計的吉他賞 那麼畢書記得到了高票 這個非常難 你知道這個票是怎麼投出來的嗎 是 對 沒錯 除了有粉絲的投票只佔一部分之外 最重要是這個人在網路上的聲量 到底有多大 這個就有辦法要投票來取決的 那就是平常大家都在搜尋他 各位 暖心男神打獎 恭喜畢書記 好 我們要請網路溫度計的總監上台頒獎 謝謝 歡迎總監 歡迎總監 歡迎總監陳婉婷 總監親自來出席 把這個暖心男神的獎項 頒給畢書記 謝謝總監 好 來我們二位請合贏 謝謝 來 畢我歡迎拿來 沒錯 那這個雅麗其文 這個關鍵字搜尋量呢 第一集來都是居高不下 非常的厲害 但在網路溫度計的那個關鍵字 就是網路聲量來說 就是網路要討論你的呢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要你獲得第一名 真的是十四名歸 非常的高 謝謝總監 謝謝 謝謝總監 請休息 恭喜恭喜拿到一個獎項 還好我們在 遙控搜尋我這裡 你自己也常在這裡搜尋 是錯 每天會搜尋你的東西 搜尋你的新聞 還是搜尋什麼 比如說秘密書記 就會旁邊就有個關 對對對 關你的東西 秘密書記的影片是誰 這種八卦的東西 對 問題是誰 相關制度 對 很多知識 是大家在討論 對不對 所以原來你自己都在搜尋自己 不要講 不能在意自己的演藝圈的表現 對不對 很好 因為我也會 對 要了解自己的狀況 但大家怎麼討論 最重要的是 這真的是人氣的正名 恭喜秘書記 好這個獎項 我們現在請工作人員 幫你們收一下 好